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个财主忧心忡忡地来寺庙 诉说自己的苦恼 我最近每天脑子昏昏沉沉的 精神也不好 可能是得了某种怪病 但吃了不少药 但总不见好转 我怀疑是我老婆给我下了药 他和儿子想谋夺我的财产 禅师听完 问他 那你现在每天都在做什么呢 财主说 我现在什么也不干 家务有我老婆操持 家产有我儿子掌管 禅师告诉他 治好你这病其实也简单 你回去后 每天上午把冬院里的几堆柴火 搬到西院 下午再把柴火从西院搬回冬院 就这样搬上三十天 病就好了 财主回家后照做 一个月后 他的病不要而愈了 他兴致勃勃找到禅师 按照您的方法 我的病果然好了 现在我的老婆和儿子 看上去也没那么坏了 禅师微微一笑说 其实你根本没什么病 只是因为闲得没事做 人闲则别念切生 人长时间无所事事 便会无限放大身边的所事 看别人不顺眼 看万事不顺心 各种心病有此滋生 老话说得好 闲人愁多 懒人病多 忙人快活 让自己有事可做 身体才不会带多无力 精神才不会萎靡不振 新闻漫画界的 泰斗方程老先生 晚年思路仍非常敏捷 九十三岁时 还能每天用电脑打字 写传记 人们向他寻求养生之道 老先生风趣地回了一首诗 生活一向很平常 骑车书画写文章 养生就靠一个字 忙 让自己有事可做 才是最好的养生 字迹文 有言 勤迷于劳 心有常闲 忙碌虽然会辛苦 但当日子有了笨头之后 生命会因此变得饱满充实 闲散似乎很轻松 但当无所事事成为常态 生活只会剩下空洞和虚无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只有竭尽全力度过每一天 才能抚养自得 享受生活的乐趣 话已少说 前段时间 我们公司空降了一个年轻的领导 很多老同事明里案里表示不服 但没过多久 他就获得了那些老同事的交口称赞 有人评价说 他虽然年纪轻轻 但内心沉稳 是个靠谱的工作伙伴 他学历很高 读过很多书 也见过很多世面 但是当同事们私下聚会侃侃而谈时 他总是一言不发 安静地聆听别人的故事 他对工作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但是每次开会 其他人发表自己的观点时 他经常认真地在一旁记录 偶尔发表看法 也总是说到点子上 有理有据 让人信服 有人想排挤他 故意做错 他也不恼 客观地指出问题 并私下找对方沟通解决 没有在公司大肆宣扬 有没有发现 那些看上去少言寡语的人 并不是不会说话 也不是没有脾气 相反 他们知道比开口更重要的是闭嘴 比说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说 人在年轻时 常会羡慕那些能言善辩 口若悬河的人 到了一定年纪才发现 世上最有力量的 不是善辩 而是无言 古龙说 越是沉默寡言之人 其言语便越可贵 其人气度必有涉人之处 其言之价就更高 少言是守风藏桌 韬光养晦 在沉默中积蓄力量 雄姬不明则矣 一明则天下白 英姬长空万里无言 却震壁苍穹 水滴生弱 但日复一日 终可穿石 成大事者 必不喧哗 只是默默锤炼自己 十年磨一剑 出窍必惊人 人一厚道 这世上聪明的人很多 但厚道之人 却非常难得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狗和狐狸是好朋友 但他们的性格迥异 狗很忠厚 狐狸很精明 有一天 他们遇到了死神 死神对他们说 你俩猜拳 赢得活着 输得救得死 结果狐狸输了 狗活了下来 善良的狗哭着说 说好一起出石头的 我出了剪刀 你却出了步 行走在红尘俗世 精明以求自保 无可厚非 但有时过了头的精明 却是一场灾难 曾广贤文中写道 人善天不期 终有得运食 人若厚道 天必善待 厚道做人 是一种捉成的智慧 更是一种难得的远见 知名收藏家 马卫都身上 发生过这样两件事 其一 有一次他和朋友们 去乡下游玩 夜宿在一个农户家里 在吃饭时 马卫都注意到 农户家里的一张小炕桌 凭借多年的收藏经验 他猜测这炕桌 可能是个谷物 于是用不菲的价格买下来了 农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倒也卖得心满意足 回到北京后 马卫都把这炕桌 交给专家鉴定 结果发现此物收藏价值极高 自己给农户的价格偏低了 因此内心非常不安 最后 专门派人又给农户送了一笔钱 还有一次 几个刚入行的小贩 找他贩卖文物 因为不懂行情 报了很低的价格 马卫都没有因此就大赚一把 反而出乎意料地 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 让小贩们赚了大部分的利润 身边的朋友都嘲笑他太傻 他却不以为然反驳说 你要反过来想 小贩们肯定都是愿意 跟冤大头做生意 这样赚得多 这种肯吃亏的厚道做法 让马卫都在收藏界有口皆碑 古董市场的卖家 都喜欢和他做生意 每次遇到好古董 都会第一时间联系他 他看了不要 才联系其他收藏家 也正因为如此 马卫都得以在市场上 抢占了很多先机 收藏事业蒸蒸日上 俗话说 一两重的厚道 大于一吨重的小聪明 厚道做人 在短期看似吃亏 但从长远看 正是在为自己积攒好运 听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在世如长河入海 决定胜负的 从来都不是一关一爱的得失 和一时一地的窥盈 而是百川俱来的红沛 人生不是一场短跑比赛 而是一场马拉松 待人已成 人心归之 待人以后 必有后福 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你前半生的生活方式 决定你后半生的打开方式 前半生忙碌充实 则后半生无所遗憾 前半生低调蓄力 则后半生求有所成 前半生后到待人 则后半生后福必至 你在三四月的事 八九月自有答案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ch赞奔跑的人 心跳响在风间 知道 脚印只像微微笑的梦 变成朗朗晴天 你知道前程路不远 知道 目的地出现 知道 世界帮你看见 见识奔跑的你 在天和地之间 写下了 相良的姓名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